为什么中国的神仙站着飞 外国的神仙只能爬着飞 这其中约含了几个有趣的知识点 众所周知地球大气层分为五层 分别是对流层 平流层 中间层 热层和散意层 咱们先说外国神仙 外国神仙的修为普遍较低 比如超人 一般情况下都是与人类生活在一起 他们的活动空间也就在对流层之内 平时发生战斗 需要飞行感度 都是在对流层内即行 而对流层是大气层中最活跃的一层 我们常见的风雨雷电等天气现象都发生在这一层 所以采取趴着飞的知识 一方面是为了方便飞行途中 及时躲避飞行走兽和风雨雷电 另一方面趴着飞 更多的是为了降低风阻 也不合空气动力学 趴着飞没毛病啊老铁 这时有精神的小板就要说了 超难 难道中国的神仙就不考虑风阻力的问题了吗 怎么说呢 从本质上来讲 中国神仙的堕位普遍较高 不过与地球上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 他们普遍居住在平流层以上 的中间场 这里没有风雨雷电一片祥和 相对来说风主要小很多 所以中国的神仙普遍采用 三只飞翔 再来就是作为一个神仙 趴着飞确实不好看也不体面 在中国神话里有一个传统 只有那些畜生级别 修炼等级低的妖怪才会趴着飞翔 感谢小伴点赌注超市点下七个圈